歡迎收看 一連串的假期來了 大學生放寒假了嘛 對不對 之前的耶誕節 然後又跨年等等的 所以到底怎麼安排 帶女孩出去玩的行程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男人如果不懂女人心 就是什麼海邊吹沙啦 或什麼你知道 就會讓女生覺得 起不來 風好大 太陽很大 什麼東西起不來 情緒整個就是 早上 比如說要爬山 起不來 我還以為是當下那種 沒有那種浪漫的氣氛 沒有辦法寫寫 這個當然個人特質也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會有一些建議行程 但是一開始先問一下男大生 就是如何安排一個 讓那個女生小路亂撞的行程 就是裡面一定要有什麼 然後女生真的有被這個款待過 就是精心設計過什麼樣浪漫的行程 好 恐怖的650 你有約會過嗎 沒有喔 沒有 好 下一位 海產什麼叫馬路多 其實馬路多就必須要怎樣 牽手 而且被我牽過手的女生心 很容易跟著被我牽走 這個是真的 因為你危險 你不要想要對女生要親要抱什麼 你就很簡單的一個小動作 勾著她的手 她就妳這個人好貼心喔 她的心就很容易交給我 也至目前為止 我們女同學都沒反應 真的 有沒有很成熟一點這裡面 張浩 對 我就是真的是成熟的 因為其實像妳做一些貼心的事情 他們只會感覺到很溫暖 但是要怎麼讓他們小路亂撞呢 你就要準備一些驚喜 像我之前 前女友就有就是安排她好 她那個 前女友 在裡面聊前女友 前女友的事情 現在女友都不是女友了 對… 對 你又多愛她 這是我朋友的故事 好 對 就是她安排好她那個… 她準備要放假的那個假期 然後因為她就是有些東西 就會放在我家 就可能像是衣服啊 衣服啊或是一些化妝品什麼 所以我就幫她準備好 然後跟她約她說 早上的時候到台北車站來 然後我就把她的行李 跟我自己的行李都搬過去 直接說兩張機票準備好 我們這個禮拜去日本行吧 現在真的要有類似的對待才行 她如果再約妳去日本 妳要去嗎 我生氣了 她還沒帶我去過台北以外的 任何地方 長好 我們要交往一個月嘛 對 慢慢來… 分了啦… 慢慢來嘛 今天也有機會 對… 那個是分手前才會去那麼遠 是嗎 那也不是這樣子嗎 不是 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在那邊小圈 對啊 妳要看玄圓寫得多具體 手拉胚 對 就是手拉胚 男生可以握著女生的手 然後一起捏那個桃 她不就跟我剛剛一樣 妳那是馬路多耶 妳不懂啦 那個就是地料感 生死戀那種感覺 然後這樣子按著妳的手 然後按一按就 就做好了 那個手拉胚 在過程中的那小曖昧 Cony 氣球是怎麼樣 是今年就是生日的時候 阿公幫我提早過生日 然後就是一整天 很正常的約會行程 就是看電影幹嘛 然後回家之後 她打開她的房間 就全部都是氣球這樣子 就幫我慶生這樣 我就覺得超浪漫的 女生對這種事情還是會有感覺 可愛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男大生 能不能奪得女生的歡心 馬上歡迎第一隊 Patreon跟Dora 寒冷的冬天 就讓我帶妳進入 夢想與奇幻的旅程吧 又預計妳要有麥克風 要不要聽不到 來… 來… 兩位有請 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嗎 Patreon 今天這種行程 今天那個行程我覺得其實 因為女生喜歡的事情不出兩個 第一個 可愛 第二個 我 然後呢 今天可愛的事情 今天我專演在可愛的事情上面 是 沒有你 所以你不會去這樣 我會去 還好你不去 還好 今天這個可愛的事情 為什麼我稱最它為可愛 因為我今天帶來這個行程 不只可以讓女生在裡面 驚聲四起 襪聲連連 還可以讓女生體驗到當公主 不是那個可怕的襪聲喔 是那種 哇…那種感覺 可愛 我可以幫她們無限的拍照 讓她們享受一個當公主的感覺 Dora妳這次去約會之後 感覺真的不錯 真的有亂撞嗎 對 因為就是我們這次去的地方 只要是女生都會超開心 而且因為Patrick有先做功課 所以讓整個行程又變得更好玩 小皮怎麼辦 真的 皮皮放哪裡 沒有… 皮皮掉更深了 還沒有到那裡 那個洞裡面是不是很擠 沒有動啦 陷阱是一個比喻 是 好 到底是什麼樣的行程呢 一起來看一下 我是派翠克Patrick 大家好 我是DoraDora Patrick 你今天帶來這裡幹嘛 因為今天要介紹一個 讓女生約會心動的行程 這種問題交給最誠懇的我 沒錯啦 今天我介紹這個行程 厲害到不只讓女生怦然心跳 還可以讓女生整顆心臟 從喉嚨到嘴巴快要掉出來喔 掉出來 這麼厲害 這什麼… 就是… 這個 是米琴耶 迪士尼90週年特產 是的 這次Patrick帶大家來到的地方 就是位於松菸文創園區的 迪士尼展覽 這次的展覽可以說是台灣迪士尼的 心血結晶 其所有精華在這次的展覽裡頭 到底這次的迪士尼展覽裡頭 有哪些吸引女孩們的地方呢 馬上跟著Patrick去瞧瞧 好漂亮喔 告訴你喔 這次的展覽總共分成九大區 每一個區都是完全不同的主題喔 真的假的 超夢幻的 走 快點 我們趕快帶我進去 等一下... 你以為來這邊就只是拍個照 打個卡炫耀一下而已嗎 不是嗎 錯... 錯... 這一次這個展覽不只可以讓你玩 拍照之外 還可以讓你上到一堂 寶貴的歷史客 讓你知道迪士尼它是怎麼來的喔 真的假的好酷喔 就跟我讓你威威到來吧 走 好 一進到館內 就可以看到滿滿的迪士尼歷史回廊 從一踏入門口 就好像時光倒流了一樣 讓你對迪士尼又重新認識了一遍 瞧Patrick講得這麼不亦樂乎 就知道迪士尼的眼鏡過程有多有趣啦 為什麼我要可以穿迪士尼的情侶啊 我們不是情侶嗎 真的喔 對啦 因為剛剛前面呢 其實介紹了所有迪士尼的歷史 但接下來 大家最喜歡的迪士尼 他們是怎麼演化而成的 從黑白到彩色 最後變成3D 是不是想知道啊 真的知道的 走 我帶你去看 來到這邊 除了可以了解迪士尼的歷史外 最讓人意外的 就是米老鼠是怎麼進化的啦 從一開始的汽笛船 一直到現在的可愛樣貌 完全就是天差地別啊 因為我原本就對迪士尼的東西 很有興趣 所以看到這個展我超瘋狂 但我原本以為 Patrick他就是只是想要靠著 女生喜歡迪士尼然後來騙妹 殊不知他竟然有做功課 他對迪士尼的歷史就是超有研究 連米老鼠怎麼演進他都知道 我覺得這個很加分 相互相亂坐跟雪人 我一起去狂奔 我們為什麼變陌生 我在這等 你到哪我都敢 你幹嘛揍我眼睛啊 我的小朵拉 接下來我帶你去的地方 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心感受 用心感受 因為我可以讓你化身為 迪士尼的公主喔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 準備好了嗎 好了 一 二 三 是的 Patrick他們來到的這一區 也是這次展覽的重點特色之一 這公主的衣服耶 好漂亮喔 有白犬公主 睡美人還有肺蛇 超漂亮的 Patrick 人類 Patrick Patrick 你是什麼 我的小朵拉 可以要你跳一支舞嗎 可是我的衣服 好 在這一區 不僅擺放了知名設計師 溫慶珠 替公主們設計的禮服外 更有1比1的南瓜馬車 來到這兒 感覺就像是 置身在公主的世界裡一樣 小Dora跟Patrick 沉浸在自己世界裡的模樣 就知道這裡有多夢幻啦 而除了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外 也有皮克斯的卡通人物專區 像是人氣最高的怪獸大學 就是不可或缺的拍照景點啦 怎麼了 天啊 我的夢想要實現了 我的夢想 就是可以變成 所有玩具總動員的玩具 真的 你看 這些玩具跟我們一樣大小耶 是的 在玩具總動員這一區 所有東西都巨大化 彷彿你就跟這些玩具們一樣 一起變身成為玩具的一分子呢 這次的迪士尼展覽 還有哪些特色呢 就讓我們一起回到棚內 聽聽Patrick怎麼介紹吧 好可愛喔 你們現在這個都是周邊商品對不對 有髮枯 我想要那個 然後這個是米妮還扮成格格 對不對 超可愛 好多東西喔 你要替我們一一介紹一下 沒有錯 這次的那個展覽 有分成三大特色喔 第一個特色就是 迪士尼珍藏手繪稿 空運來台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些手繪稿 珍貴… 都是真正畫家畫出來的 然後現場展出 這珍貴耶 這是認真的 冰雪奇緣 對 大家最喜歡的冰雪奇緣 Kenn哥是雪寶喔 對 Kenn哥是雪寶 我是Elsa 有那個妹是不是 沒有…每一個女生都說 我是Elsa 對… 大家都要跳Elsa是不是 對 好 這些就是手稿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 大家一看到最期待的特色2 這個經典的限定商品 只有在展覽才有喔 桌上的這些 有什麼… 好多喔 你看有筆記本 90週年對不對 對 特別看一下 這上面有寫90週年 就是只有這次展場 才買得到的東西 在外邊 有很多的那種底片的 迪士尼也買不到喔 就只有這次買得到喔 貼紙 Micky是Old School的耶 對 他一開始黑白的樣子 黑白就是白箱子 像這隻也很可愛 他還特別用 用這個盒子裝起來 就很Old School 還有這個啊 是那個海豹 它是用一個膠捲的感覺 其實掛在家裡的話 是滿有質感的 這是海豹 好好看喔 很可愛 對 還有拼圖 對不對 小孩最愛玩的拼圖 掛鉤 鑰匙圈 大家都一直 女生真的很有感覺對不對 驚呼連連化身自己 就是這個樣子 大鵝有沒有好喜歡 有 而且King哥又拿走 阿肯發揮嘴見本領 讓同學們紛紛招架不住啦 完全總共人物太可愛了 就你也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 然後就是跟大家都一樣的 我會 揮姑娘沒有揮的 揮姑娘沒有揮的 沒有 揮姑娘好了 揮姑娘 你也會要求你的男朋友帶你去 然後換上王子公主在那裡跳舞 好 大鵝有沒有好喜歡 有 而且King哥又拿走 我更喜歡了 我喜歡King哥是不是 他更定義了 看在童話故事的份上 我原來你 謝謝喔 但請問大家看完之後 哪一個最吸引你 有什麼特點是最吸引你 你覺得一定要去看的有沒有 來 欣盈 我覺得剛剛那個裡面那個 玩具總動人物太可愛了 就是 感覺就很像跟那些 故事裡面的角色是 就你也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 然後 揮姑娘對不對 揮姑娘 揮姑娘 揮姑娘也沒有揮的好 揮姑娘 好 揮姑娘 好 好 很有感覺 有 她有喜 好 然後還有Lina喜歡什麼 我覺得是那個禮服 因為她不只是把文化故事禮服做出來 她還有一點搭配時裝的感覺 就是感覺可以做一個飛唇袖 溫慶珠的設計 對 所以妳也會要求妳的男朋友 帶妳去 然後換上王子公主在那裡跳舞嗎 張浩… 張浩可以嗎 張浩會搶扮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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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角色讓妳挑選喔 好啦 其實這個 這邊有這個小禮物要送同學 沒有錯 可是要 特色3 展覽後必定成為迪士尼達人 既然稱之為迪士尼達人 我不得不考考大家一些問題 好 如果你答得對 我們今天就把90週年的限量商戶 送給你 為什麼這麼好 考題1 請問 A 迪士尼第一部彩色電影 B 米老鼠第一次以彩色姿態上螢幕 C 第一部使用立體音響的電影 猜一猜 好不好 A B C 寫下來 米老鼠的幻想曲 A B or C 好 什麼答案都有 心儀妳的答案是 我覺得是C耶 因為我 我記得幻想曲就是 它裡面有很多很激昂的音樂感覺 就是跟它的立體音響有關 天啊 映如妳選A 我覺得就是 應該是第一部彩色電影 我記得沒錯 彩色電影是她在開船 米老鼠在開船的那一個 所以我記得她那時候有播一個音樂 會不會就是那個 好 可是琳達說B 我覺得是B 因為我看電視的時候 它原本是黑白的嘛 對 然後 就是米老鼠之前是黑白的 然後後來變彩色的 所以我猜應該是B 好 大家都用猜的 到底Patrick猜對了 好 其實這題的證據答案是 C 釘附使用立體音響的電影 真的喔 好 沒有錯 我們送給灰姑娘好不好 好了 她就送給妳 灰姑娘 恭喜妳 好棒喔 這個海報耶 超棒 她講到就是這個交捲的海報 怎麼那麼好 好 還有…第二題 還有第二題 請問 下面哪張圖是米老鼠最早期的樣子 A B C大家看一下 A有在開船有沒有 真的有在開船 對 但是它的細節 長相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它的細節是不太一樣的 一直在開船 這是… B應該是… B應該是更早期的米老鼠 還有C 好 請作答 好 來 Nina 妳選 我選B 因為我記得我剛開始看到米老鼠 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牠長得很醜 所以B是最醜的 就是 那時候妳可能還沒有出生 那時候妳還沒出生 牠是比較接近那個老鼠的那個 原來的樣子 是 對不對 好 OK 恭喜妳 答對了 來 對不對 答對了… 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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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什麼啦 中間已經被沒收 好…來… 直接 傳上去 好…OK… 沒關係 還有第三題 最後一題了 還有 好 第三題請問 下列哪一項不是威力號契船的特色 A 世界第一部音話同步的有聲動畫片 B 米奇漢米妮首次登上鏡頭 C 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 手繪動畫片之一 請搶答 舉手 那個映如 我覺得就是 因為一開始米老鼠這部卡通 一開始 我記也沒錯是沒有米妮的 然後就是 它應該只有米奇一個人而已 然後後來才陸陸續續增加什麼 湯老鴨米妮之類的那種 所以妳的答案就是 B 恭喜妳答錯 1 2 3 請下答 大… 不想跳 好 我要用猜C的 我用猜的 猜什麼 C 我要用… C C 好 答案是正確的 但是妳用猜的 所以沒有 猜的喔 沒有 沒有 大哥用猜的嗎 幹嘛這樣 好啦… 送… 好 要送什麼 來…恭喜 好 恭喜… 恭喜… 恭喜 所以其實這個展覽真的 我覺得對女孩子來說 對小孩子來說也是 對 對… 大家趕快去看喔 真的 謝謝 謝謝Patrick 謝謝 謝謝 看完Patrick介紹的90周年迪士尼特展 是不是覺得躍躍欲試啦 大家快把握時間 帶著另一半去參觀囉 接下來第二組要帶大家去哪裡了 歡迎餅乾人Joseley 嗨 露露而行 女孩們 千萬不要再握在家裡 跟我一起乘風而行吧 所以乘風而行 乘風而行 花翔傘的 但重點今天我們重點是要讓女孩開心 女孩開心 對 絕對會讓女孩開心 這個行程大概有哪一些特色 會讓女孩這麼開心 因為這個行程 基本上是女生不常去的地方 而且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去過 對 然後第二個是 在那個地方 可以看到男生帥氣的英姿 所以女生看到會很加分 男側之旅 對不對 然後再來 再來第三個點是 那邊又很好拍照 可以說是台北的桃花園 那妳是男側啦 又可以拍照 桃花園 但是Joseley請問 有這樣的感覺嗎 整個行程 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我真的沒有想過 台北也有這樣的地方 這個活動不只可以瘦身 還很好玩 瘦身又可以自拍 太好玩了好不好 一起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就是外籍小天王餅乾 嗨 大家好 我是Joseley 比桿 你幹嘛一直做這奇怪的動作 就是你 這是什麼動作 今天我要帶你去一個 女生一定會心動的約會聖地 而且這個地方 就跟我這個動作很有關係 真的嗎 是什麼約會聖地啊 這個地方 就是可以讓你騎到 貨真駕駛店馬 你確定是真的馬 在台北嗎 沒錯 就在台北 你不用離開 台北你就可以騎到真正的馬 不會是投十塊錢那種玩具嗎 放心 今天絕對不讓你花任何一毛錢 真的嗎 紫飛 上馬 好 讓我帶你去 加油 加油 沒有錯 今天餅乾帶大家來到的地方 是位於台北天母的 漢諾威馬場 在這裡除了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室外馬場外 也有非常專業的室內訓練場 整個馬場有著濃濃的英國鄉村風 來到這邊就跟來到了國外一樣啊 你看 這裡好漂亮 為什麼還有陰性山村的感覺 對啦 我就說這邊約會 一定是讓女生非常開心的 真的 而且來到這裡就是這邊的馬舊 好不好 這邊看到非常多隻馬 你就自己隨便挑一隻吧 確定嗎 可以 隨便挑 那我要這隻 你要這一隻是不是 我要看 這是Peter嘛 Peter 來 我教妳怎麼牽 他是叫Peter嗎 對… 對… 這樣子有點危險 夢幻的騎馬約會行程 竟被桃子姐拿來當調侃畫術 看完這個騎馬 大家有心動嗎 以前小時候有就是學過騎馬 他其實我滿喜歡的 是啊 很好啊 每次輕易一講話 我就看到你知道 天哥就把麥克風 這樣啊 就是準備要擦什麼話有沒有 對… 收起 對… 對… 你也太厲害了吧 你也太厲害了吧 現在有點危險喔 而且他的名字叫做閃亮 叫閃亮是不是 你改名了 他叫閃亮 可是球體是 我是這邊的馬蘇教練 我是指教師教練 怎麼 接下來我會教妳 如果照顧馬屁 整理馬蹄和馬屁 培養感情的方法 還要培養 還要培養感情 OK 那怎麼做呢 怎麼做 先幫他蘇中毛 蘇中毛 經過教練講解 兩人溫柔地替馬兒按摩 舒毛清理馬蹄 跟馬兒的感情越來越好 兩人的感情也持續升溫 牽著馬兒散步著 感覺十分甜蜜呢 那我們學起馬之前要學會如何上馬 這個上馬簡單 這個電影都有教過好不好 基本上就是要一股力 跳躍上去 Jocelyn 我看 教練 好 我看著 教練還是女教 好 好 現在我們現在正確的上馬 先戴安全帽這樣 所以要先戴安全帽 裝備都要準備好 好 電影都已經先摔了一次嘛 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覺得超像外國鄉村的馬場 因為沒有想到在台北 竟然就真的有馬場 然後而且是非常大 就是它的馬非常多 而且馬都好可愛喔 然後就覺得很特別的一個體驗 那經過今天一整天下來的 飲食馬術體驗之後 那你學這個型的 對女孩來說是心動加分的嗎 我覺得完全是啊 因為就是平常可能就是會 約看電影吃飯 這種跑不掉 可是完全沒有想過 台北就有運動 陽光 又有互動的這種約會方式 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對女生來講 會騎馬的男生一定真的很帥 因為一般的女生 她們絕對都是想說 可能吃吃飯看看電影 但是我們就要反其道而行 我們走一個 她們完全沒有走過的行程 她們第一個會在你的印象 覺得說這個男生很特別 怎麼會帶你來這種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讓她看到 你在馬背上的英姿 她就會覺得 那個感覺是白馬王子 而且又很特別 不會帶你去一些 別的女生都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想要帶女生來這裡約會的原因 子威 今天開心否 二康 我好開心啊 但是感覺太刺激太好玩了 那你就好好的享受這一刻吧 我因為今天這個行程 我對妳的愛已經滿出來了 我不只對妳的愛滿出來了呢 我還悶出來了呢 對啊 閃亮 不要看我 轉過去 各位觀眾朋友 看完餅乾的行程介紹 你也心動了嗎 你也想像他們一樣 騎著馬漫步在草原中嗎 讓我們一起回到棚內 聽聽看餅乾還有什麼要介紹的吧 看完這個行程 大家有心動嗎 圈叉 心動 玄玄有耶 哪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我不喜歡 就是每次約會 都在室內那種地方 然後這個到室外 然後可以騎馬 我覺得很好玩 還可以互動 對 很新鮮對不對 欣宜也喜歡 對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也有就是學過騎馬 然後其實我滿喜歡的 對啊 因為我不知道 其實台北也有 是啊 很好啊 你還在聊什麼 然後呢 每次欣宜一講話 我就看到你知道 Ken哥就把麥克風 就是準備要插什麼話有沒有 沒有… 穿高級刺兔嘛 是不是 不是 對… 沒有 換高級刺兔 你也太厲害了吧 不好意思… 我以為他要揭華 好 來 蓉蓉 蓉蓉也喜歡 因為我之前是真的是在這裡 那個地方騎過嘛 然後也學過嘛 然後小時候的時候 就是會帶紅蘿蔔去餵他們吃 培養跟馬兒的感情 這個 這個要教一下 如果你要餵馬 你的手要怎樣你知道嗎 要伸平 一定要平的 一定要平的 你不能這樣拿蘋果 或這樣拿紅蘿蔔 手指就沒了 因為那個馬的嘴巴其實牙齒很大的 對啊 這樣下去 一定要伸平的 受不了 其實你說在跟他們近距離接觸 還是有一點點敬畏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他有時候 會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他會聽到一些聲音 他就會這樣 做反應 所以我們在旁邊牽的時候 是金馬獎 綜藝咖嗎 對…然後我們就會這樣 叫金馬獎 對… 對… 其實都會這樣子 所以很恐怖 好 所以我們要多了解的話 就是來考考大家 好 來考考大家 好不好 來 我來請問一下 第一個 馬兒如果將他的耳朵向後倒下 通常代表的是什麼 A 生氣或是覺得討厭 B 害羞 C 害怕想逃避 是耳朵這樣往後這樣 往後打後 往後 貼他自己的脖子了 好 猜看看喔 來 大兒 我還是用猜的耶 我覺得他應該是生氣或覺得討厭 生氣或討厭 少群 感覺應該是 害怕想要逃避吧 就是 不想要 耳朵才會這樣豎起來對不對 650 只有你一個人才B喔 對 所以妳就答對 因為我害羞的時候 耳朵也會就是貼在後面 看一下 這是人喔 好 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咧 正確答案是 A 生氣或是覺得討厭 你要送安全帽嗎 可以獲得一隻嗎 那我就送我這一頂安全帽 這很重要是不是 好 第二題 第二個是 馬如果前腳 前腳會反覆的趴在地 通常代表的是什麼 A 想找人玩 B 肚子餓或不耐煩 C 想跑步 不是趴啦 是趴 趴 他在爬 這樣子爬的時候 狗狗也有這種動作對不對 在那裡滾 滾頭啦 Conny妳猜 就是B耶 因為就是不太煩的感覺 就是會想要早事做這樣子 早事做對不對 對啊 玄玄妳覺得她就是準備好了 對… 對 就是吹油的感覺 好 然後還有誰 我們來看看 海產妳一定很棒耶 對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想完 因為想完的時候 就是這跟跳舞的一樣 B-boy的時候想要跳起來 然後跳起來都不會拍地板這樣子 就是想要開始了 準備好了 好 OK 正確答案就是 B 恭喜 Conny答對了 肚子餓或是不耐煩 厲害 第三個是 下練哪項不是起碼的好處 A 可以幫助睡眠 B 可以改善不孕體質 C 可以改善心臟病 哪一個不是喔 不是喔 大家猜看看 因為都不知道對不對 Linda 我覺得是B耶 因為我覺得 不可能去騎馬 就可以懷孕了吧 對 騎馬就懷孕 好 賀龍 對啊 怎麼可能一直晃來晃去 然後會想睡覺 坐火車都這樣 晚上都這樣 晃上去好想睡覺 好 但選C的 蓉蓉妳猜C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不可能會有 不可能會改善心臟病 因為妳會緊張 更緊張的時候就會 反而會引方心臟病吧 好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不可以 不可以改善心臟病 但是改善不孕體質 怎麼會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起碼的好處有哪些咧 來 來就是 起碼的好處 起碼40分鐘等於慢跑5000公尺 5000公尺 這麼好 運動量很大 起碼40分鐘等同於按摩10萬次 省超多 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幫助睡眠 也對於女性的不孕症 有改善體質應受孕的效果 為什麼 有嗎 這個有問他們問什麼嗎 這其實因為她的運動量 是非常大的 運動的關係 她是運動量很大 而且你看全身在晃嘛 子宮的話就會更有力氣 子宮卵巢 對 就會很有力氣 對啊 所以你基本上那個不孕的效果 就是可以改善 是 厲害 是 全身化的話的確是核心肌群 通都會用到 全身的肌肉都會用到 其實是很好的運動 對 所以聽完這整個介紹 有這麼多的好處 大家會不會真的很想去了 有沒有 剛剛有打叉的同學嘛 阿太也會帶女朋友去嗎 就是我會想要去一兩次體驗看看 KEN哥會騎嗎 當然會 真的假的 一個真正的男人一定要有騎馬的經驗 對 因為古代人都騎馬 古代人 以前是沒有汽車 摩托車什麼都沒有 就是在馬上面 要展現他的 真的 是可以走路還是可以下樓梯 都可以 而且走的招式很多 你在講什麼在講騎馬 對啊 你可以站起來 我以前小時候是一定給你站起來這樣 有專業的馬術 他跑得快 因為你那屁股已經離開了 離開了馬背了 對 你納豆會嗎 會…這個馬卡其實我去玩過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也會 男大聲精心設計夢幻約會行程 讓女大聲心花怒放啦 老太你確定你的行程會讓女生 我的一定很猛 因為女生就是對那種小東西 就是會愛不死 亞莎其實這個行程真的女生會喜歡 我覺得那一次約會真的是 我度過最膨懶心動 最浪漫的一次約會 妳又要再度分手了是不是 因為男朋友管他管太多 納豆會嗎 會…這個馬卡其實我去玩過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也會 你是騎鑼子嗎還是 他也有迷你馬可以騎 迷你馬 他也有一般的正常的馬都是迷你馬 去那邊真的滿好的 主要鼓勵大家出來運動 是滿好的 謝謝這一隊 謝謝 謝謝 餅乾介紹的騎馬活動 不但能有運動瘦身的效果 還可以改善體質呢 快帶著另一半 去體驗騎馬的樂趣吧 接下來第三隊 是我們的豪泰跟亞莎 來 歡迎 來為你打造 愛的專屬紀念品吧 謝謝 為什麼 這是老蕭的朋友 老蕭 因為剛剛前面有可愛的迪士尼 又有騎馬 豪泰你確定你的行程會讓女生 我覺得一定很猛 因為 女生就是對那種小東西 就是會愛不適合 生活工廠去打工對不對 沒有…沒那麼簡單 但是亞莎其實這個行程 真的女生會喜歡 我覺得那一次約會真的是 最浪漫的一次約會 你又要再度分手了是不是 因為男朋友管他管太多了 所以這次變得很浪漫 出去小小約會一下 真的會心動 一起來看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讓他心動 你是我的小蝦蝦 我是你的小蝦 大家好 我是豪泰謝倫 沒錯 我就是人見人愛的 水中交往亞莎 亞莎 你是製作單位 派我來介紹 會讓女生心動的約會嗎 我跟你講這個會重的 可是豪泰 你帶我來的地方是成品書店耶 成品書店 帶你出來看得出來 太老套了吧 什麼約會啊 錯 想得太簡單了 怎麼會帶你來看書呢 我是要讓你去體驗 當一天的銀匠 什麼 銀匠 哈囉 是的 沒錯 豪泰今天帶大家來到的就是 位於松菸成品裡頭的 早山清宮啦 不要以為這邊只是簡單的販售 好看的銀飾品 其實裡頭可是暗藏玄機的喔 哇 這些飾品的設計都好特別喔 就跟你說你們會愛嗎 對 而且這些飾品 除了你眼前看到的 你還可以自己做 你自己喜歡的特別的款式 真的假的自己做 跟你講這個戒指 是我上次DIM Do it myself 她話不多說 直接介紹我的好朋友 茉莉店長 嗨茉莉店長 嗨 茉莉店長好 茉莉店長好 對 上次跟我說那個戒指 可以自己做應該是這個吧 因為我這個是 我前幾天來買的 不是...可以可以做 我知道 我說豪泰啊 你不會是蝦貓 遇上死浩子吧你 一開始這麼臭屁 我看你待會兒還是乖乖 聽店長怎麼教學吧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做 穩路的敲打的動作 那我先來示範一下 穩路的敲打 那不用怕直接敲就可以了 像這樣 看到嗎 穩路就出來了 哇 敲個屌的 好大大 這麼怎樣啊 沒事啊 應該沒事 怎麼沒事 你都流血了耶 好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下一個 退火的步驟 好... 喂 我說你們兩個 再眉來眼去什麼東西啊 還是好好專心上課吧 而在經過了穩路敲打後 接下來要進行的步驟 就是軟化 退火啦 店長 這應該可以了吧 又紅了 紅紅的這樣應該好看 它已經... 你看你的紅紅圓處 它已經融化了 這樣融化了 對 它這樣不能再做 它紅的時候 不小心燒太久了 所以已經失敗 我們要再從頭來過一次 從頭來過 對... 你看吧 好泰 剛剛聽課不聽課 現在鬧笑話了吧 想要把妹錢 也不是這樣畫的啊 在經過了退火軟化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敲打上 自己想要的字 再來 把戒指彎到 符合自己手指的大小後 便可以開始進行 切割焊接啦 這樣戒指的圓形就出來囉 怎麼會這樣 雅薩 怎麼拔不下來 拔不下來 怎麼會這樣 沒有 你拔不下來 因為你要... 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在這裡 因為我剛剛去迪士尼展 我們要去迪士尼展啊 隔壁而已啊 隔壁 隔壁 好 沒事 你去錄影 好了 莫名其妙 受不了 喂 我說Patrick 你逛完迪士尼展 還可以帶DORA來逛成品 也是蠻會的啊你 接下來已經去做圓形的戒指 在經過拋光之後 就準備大功告成囉 那我們戒指就要做完成囉 亮的耶 好漂亮喔 亮的... 到底他們倆人的紀念戒成品如何 一起回到棚內瞧瞧吧 所以我們看一下 做好的在哪裡 好酷喔 自己做的 畫面看一下 而且裡面我們還有自己刻字 就是我們剛剛有在打... 然後自己刻 然後我們都自己刻 自己的英文名字在裡面 所以妳是刻意跟他選一個 不一樣的材質是不是 它的是一樣材質 只是它有染黑 但因為手作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很不一樣 對 除了這個剛剛我們看到 還有什麼細部的特色可以介紹嗎 其實我今天有邀請到 就是店長茉莉啦 茉莉 茉莉 可以直接請她出來好不好 好 歡迎茉莉 茉莉 你好 你好 茉莉 妳好… 妳好… 還有哪一些特色 他們剛剛還沒介紹到 麻煩妳一下 對 茉莉 我們是草山精工 然後都可以自己製作 屬於自己的銀飾品這樣 上面的話 我們都會提供像這樣子的銀條 來製作 這是 銀條喔 這是純銀的 對…它是999純銀 為什麼有的是這樣方形扁扁 這個是說 像假如說 想要做巨切項鍊的話 巨切 對 巨切 像這樣子的項鍊 切形狀出來的 對…它是慢慢把它鋸出來 一片的 對… 像這樣子 它用一個薄片這樣 去把它切出來 好 了解 然後這個有很多的這個 銀棒 這是銀棒嗎 它是鋼硬 鋼硬 鋼硬 它有小花樣是不是 對 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 同學可以在上面敲打自己想要的英文還有數字 對 它是圖案 對 可以敲打在一起的日期或者是生日等等 比較有紀念意義的時間 敲打 就是直接這樣敲嗎 打在那個銀上面 對… 自己用親手敲就對了 是用搭配錘子 然後直接敲打在上面 這些都是敲出來的嗎 你看像這邊有什麼小雪花 松球果 這種都是自己敲 松果 是自己敲的嗎 這個是我們自己 我們工作室會提供像這樣子的圖案 同學敲完之後 敲完字還有銀條之後 做完焊接我們可以 再加上去 對…會再焊上去 有沒有女同學要下來 好 玄玄來 來 琳達來 好 超酷的 好 萌莉 所以接下來妳要帶我們體驗的是 如何製作戒指的一開始 會敲上紋路 還有文字在上面的步驟 好 來 麻煩 好 首先我們要先拿一下錘子 這個錘子它是硬錘 它有點像蓋印章的方式 敲下去 對 會有水波的紋路 來示範一下喔 對 這樣子 真的耶 它就有漂亮的紋路了 對… 這個是鐵簪 我們會在這上面做敲打 來保護我們的桌面 我們的手千萬不要放在上面 因為會容易這樣敲到自己的 敲到自己 對…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拿在外面開始直接打 像這樣 這是第一種的紋路 好 如果在上面要刻東西呢 打字的部分像這個 這個滿特別的 它是寫Merry Christmas 直接就是 對…直接是Merry Christmas 好 應該是拍不到 拍不到 太小了 試試看 示範一下喔 這樣不就一次性 對 就是要 Merry Christmas那個 一次到位對不對 就蓋一張一樣 對… 可以 位置不能移嘛 對 千萬不能 對 他們的銀鋪在這個 松菸的成品裡面 就有了 Merry Christmas 好可愛 真的有 真的有耶 非常好 好可愛喔 這個超有經驗性的 他們是在一個半開放空間 因為剛剛Ken哥很想要帶女朋友去 他就問說 最重要的問題是有小房間嗎 小房間 不是 他是說坐的時候有點隱私 有嗎 可以有後面的空間嗎還是 外面的空間 因為我們… 更多人看得不好 對…比較沒有 但坐完一個那個戒指 大概要多久時間 大約是2到3小時左右 OK 他怎麼把它弄起來變一個圈圈 對 接下來的步驟 我們會做下一個步驟叫做退火 是用火來燒它 讓銀條的分子結構做改變 那它就會變得更軟 更軟之後 我們就可以輕易的扳動它 對 它就會慢慢 它就把它弄起來 手不會燙到嗎 Linda試試看 軟椎 軟椎修它的那個邊啊整個 女人都這樣 對…就打不要怕 這樣子嗎 它不會傷到它 它可以塑洗 這樣子就好了嗎 還是 另外一邊 它最重要的是要 把它打平 對…打平嘛 敲平的感覺 還不錯喔 好 要謝謝我們的Moll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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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太所介紹的手工戒指墊 不但有趣也相當浪漫啊 快去與另一半 打造共同專屬回憶的食品吧 好 看完今天所有的行程之後 女大甚至想要請問你們 對哪一個行程最感到心動呢 好… 大鵝 對 妳也想當公主嗎 沒有 我不是想當 我就是一個公主 Piona公主 所以我太適合去那邊 而且我覺得其他兩個行程太累 Piona 剛好有Piona對不對 Piona公主 其他兩個行程太累 就是你還要動耶 你起碼要動 然後你做那個東西也要動 所以去迪士尼最方便 好 好 玄玄妳覺得呢 剛剛做完之後 我決定我一定要去那邊 然後做一個就是對戒 然後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待這樣 有沒有去騎馬的男生 有沒有 有耶 少許 我覺得騎馬那個真的是 就像他講 我剛剛看影片 他一個人騎在那邊 我只能那個背影帥呆了 所以其實三個行程都不錯 大家都可以趕快去這個參觀 或者去坐個戒指騎個馬好不好 祝福大家有很開心的寒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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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